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e & Keith的澳洲人生频道 那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抓野味 也就是螃蟹 因为之前呢 我们在木瑞桥抓了很多鱼 我们把头尾内脏通通留下来 这都是抓螃蟹的好料 那抓螃蟹的好时间 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 就是要上网查它长潮的时间 各个Jetty的时间不一样 那我们来的这个Jetty 刚好是晚上7点40 长潮 它前后两小时都是完美的抓螃蟹时间 然后我们抵达的时候 正好是长潮时 那南澳这边规定呢 如果你要抓螃蟹 你不可以用什么鸡骨头 或动物的骨头 你只能用同样是鱼类 或是海鲜类的来当幼儿 然后我们留下这个内脏 用这个网带来装它 那鱼头鱼尾呢 我们在早上的时候 都已经装在塑胶带风景 放在院子里 让它闷一天 让它变成臭鱼头跟臭鱼尾 这样抓螃蟹效果才好哦 那我们今天总共使用四个蟹龙 现在KIN正在收蟹龙 我们来看 有没有螃蟹呢 有耶 种螃蟹了 结果刚刚的螃蟹太小了 我们只好又把它丢回海里 但是就是把它丢远一点哦 免得它又游回我们的蟹龙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 再接再厉 再看收其他蟹龙看看 有有有有 耶 这一次好像有螃蟹哦 我们的第一只有希望了 种 耶 都不也有一只哦 够大了 耶 我可以拿吗 我要拿 那今天我们使用四个蟹龙 那我们计时五分钟 然后每一个轮流拉起来哦 那 种螃蟹几率还蛮高 但是也很多小螃蟹 它的宽度啊 只要小于十一公分 就必须把它丢回海里 然后呢 接下来 King因为他 离开Jetty去上厕所 厕所还挺远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我两个儿子 来雇这个蟹龙 他们兄弟俩呢 一个九岁 一个七岁 两个人合作无间 不管是拉蟹龙 或是要把蟹龙丢回海里 那正反面都可以搞得很清楚 是爸爸的好帮手 所以即使爸爸去上厕所 不在这儿 也是可以放心的交给他们兄弟俩 那还有哪个没拉过 这边都拉过了 好 拉过来这边 看他们兄弟俩 拉蟹龙的姿势 真的是一百分哦 非常的卖力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中 有两只 有两只 把蟹龙丢回来 有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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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我看一下哦 好看大小 这个够大 这个够大 这只够大 下来 结果 等一下啊 这抖下来 我们要亮抖的 这只好小哦 这个很大 有一个小的 把它丢到另外一边去 大的放进我们的桶子 这太小了 我要丢 丢出去 我丢了 我丢了 那两只呢 一只太小 我们已经丢回海里了 但是还是有种一只大只的 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揭晓 到底有没有种螃蟹 有没有种螃蟹 加油 有 有赶快拿出来 赶快拿起来 它应该不会太小 好棒哦 这只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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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用到 用到的 它会夹人 你跌回头 好 把鱼肉给倒下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我大儿子是冒出周星池的招牌笑声吗 哈哈哈哈 哈哈 蟹龙要丢回去 来 那因为呢 它们刚刚要把这个螃蟹啊 给甩下这个蟹龙 不小心太用力了 连那个幼儿的鱼头都一起甩下来了 那可惜我这妈妈不知道怎么帮它固定哦 还好呢 我大儿子 他知道 他就去拿了一段铁丝 要把这个鱼头再绑回去 没想到呢 爸爸去上厕所的时间 我两个儿子表现的可圈可点 不管是顾蟹龙 也没话讲 然后连鱼头掉了 我儿子都可以帮忙把它修回去 真的是太感动了 那我们话说着说着呢 爸爸他终于从厕所回来了 哦耶 不过他不占时间也没关系啦 我们也是拉到不少的螃蟹 有吗 有 赶快拉起来 有两只 有两只太棒了 有两只螃蟹 我们来看一下它够不够大 爸爸 又来了两只 这两只呢 一只大一只小 我们就只好先把小的丢回海里 这样未来我们才会有源源不绝的螃蟹可以吃哦 然后题外话 在南澳这里 如果你的螃蟹是那种母的 有软的一定要丢回海里哦 千万不要把它抓回家 因为这些里面都是有螃蟹宝宝 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多的螃蟹 如果你把这些有蛋的母的带回去 都是非法的 一旦被查到是很大一笔罚金哦 耶 这次两个蟹笼拉起来都有螃蟹哦 那因为现在已经进入澳洲的秋天 秋初 所以呢 来到Jeddy它风还蛮大 既得穿你的博长袖 博夹克防风的 博夹克是最好 还有防风的帽子 诱饵呢 我们差不多每半小时会把它换一下哦 然后旧的鱼头啊鱼尾 我们就会放在那个Jeddy的甲板上面 因为这样白天的时候海鸟 可以给海鸟吃 才不会浪费 然后呢 每一次拉起来啊 差不多每两次吧 拉起来我们鱼头会把它踩一踩 让它的味道出来 这样比较容易抓到螃蟹 这都是抓螃蟹的小技巧哦 然后呢 这一次蟹笼拉起来又有螃蟹了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呢 我们来钓螃蟹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小技巧 所以就会觉得 诶 一样大家都在Jeddy上 为什么有些人就很厉害 每一次蟹笼拉起来都有螃蟹 而我们都没有呢 原来就是我们用的鱼头不够臭 那这一次呢 我们把它闷在塑胶袋里面 已经放在外面晒一天 它里面已经闷出臭气来了 这样它在冰冷的海水里面 效果最好 大家要记得这个小撇步哦 那这一次我们用鲤鱼 它的鱼头鱼尾还有内脏 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尤其那个内脏很新 来抓螃蟹真的是burrbomb 所以大家去钓鲤鱼 它的鱼内脏鱼头鱼尾 千万不要浪费 拿来抓螃蟹 太刚好了 然后在Jeddy上也有其他人装螃蟹 但是没有人像我们一样 每一次拉起来都有螃蟹 因为我们有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的臭鲤鱼头 鲤鱼尾跟鲤鱼的内脏哦 好了两小时到了 我们要回家来煮螃蟹吃了 那算一下我们今天的绩效 两个小时抓到了13只 可以带走了螃蟹 那丢回去的螃蟹已经不计其数哦 那我们回家蒸螃蟹咯 你看看你看看 现抓现捞的野味 晚上马上就可以吃到 我们用大铜电锅来清蒸它哦 那葱姜蒜 辣椒我没放 我个人不爱吃辣 然后米酒一杯海水 就提它的味道 那个海水是它灵魂 然后外锅呢 我们也放一杯水 那如果你不是用大铜电锅蒸 你是用一般瓦斯炉 炉上煮的话 就是差不多煮15到20分钟 就OK咯 想吃海鲜自己钓 想吃的野味自己抓 这就是在澳洲住的乐趣咯 我们一家都是吃货 吃货就是懂得生活 懂得生活呢 就是热爱生活啦 那亲子去钓鱼钓螃蟹 还有去森林里面采野味呢 可以让孩子摆脱三心哦 像我们家完全没有电视机 然后平日呢 也不让孩子玩手机 假日又带着他们上山下海 也没啥时间去玩手机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而且亲子的关系也会特别紧密 特别好哦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孩子绝对不会变成挑嘴的歪嘴鸡 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他们亲手捕获的 吃在嘴里特别的鲜甜 特别的好吃 怎么可能会挑食啊 那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通知小铃铛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其他集 澳洲的野味哦 咱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